这个周末我又来到慕尼黑了 将连续第三年报道慕尼黑安全会议 那么在去年的慕安会结束之后仅几千 而无冲突就爆发 使慕安会度过艰难的一年 因此慕安会重新关注其起源 那就是欧洲的安全秩序 自冷战高峰期1963年创建以来 慕尼黑安全会议每年都会迎来政府 专家和企业各界人士 共同探讨欧洲和跨大西洋的防务和安全问题 会议由北约国家主导 帮助确定欧洲安全的未来秩序 每年会议之前 主办方都会发布一份慕尼黑安全报告 今年报告特别强调 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之间的对抗越来越激烈 但是这种对抗并非黑白分明 三天的会议议程主要关注以下领域 首先乌克兰 目前乌克兰正在与西方谈判 以获得更多军事武器 不过就在本周 荷兰丹麦等国一改此前立场 宣布不再参与军援乌克兰鲍2坦克的计划 独留原本将援助主战坦克 视为红线的德国 成为最彩冤大头 美国副总统哈里斯 将在慕尼黑提出对乌克兰援助的下一步计划 根据经济学人统计的数据 在乌克兰问题上 以国内生产总值衡量的话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谴责了俄罗斯的行动 但是如果按照人口来的衡量的话 中立或倾向于俄罗斯的国家 占全球大部分人口 文汇主办方指出 西方国家制定的国际秩序 并不总是符合亚非拉国家的利益 因此西方急需解决规则 接受者的这种不满 才能获得更多的盟友 第二 北约的未来 北约是否有能力长期维持联盟的团结 以及日益扩大的东西方分歧 可能需要重新思考 许多与俄罗斯接壤的东部成员国 越来越觉得西方国家的行为优柔寡断 此外 德国和法国分别宣布了 数十亿欧元的资金 以支持和升级两国的军队 国防欧洲化的概念 是欧盟新立法的核心 这给主导北约的美国带来一定的挑战 第三 中俄 主办方希望王毅和布林肯 能够在会议期间碰面 或许能够化解中美最近 在俄乌冲突和气球事件 造成的一些紧张情绪 今年慕安慧是近年来 唯一一次没有邀请俄罗斯的 那这也引起了一些西方舆论的担心 一位德国高级官员就告诉我 慕安慧的核心对话功能 是极其重要的 你不能只和你处得来的人说话 2020年美国康奈狄克州参议员克里斯莫菲 Chris Murphy和伊朗当时的外交部长扎里夫 在慕尼黑的会面就在华盛顿引起了一波愤怒 但是莫菲解释道 不宜于你的敌人交谈是危险的 最后呢 本次会议还会涉及能源 气候和网络安全等当下热点的话题 可能会强调通过围绕技术和网络安全的联合标准 制定来加强合作 那么在接受我专访时 世界经济论坛网络安全专家Akshay表示 领导人们应该注意 避免让当下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给网络安全造成威胁 It's the ability for organizations to bounce back So it's when we think about the previous paradigm used to be more about how do we protect and increasingly it is more about how do we bounce back from incidents and that's really as we are building towards a resilient organization So 93% of cyber leaders and 86% of business leaders believe that geopolitical instability makes a catastrophic cyber event 很可能在未來的兩年 74%的社群 leaders 也相信 global geopolitical instability 影響了他們的 cyber strategy